基本的架构是这样子 当然后面我们还会变更它的颜色 还有可能看还没什么变化 就是多一些些 请各位也构思一下 就是说来找一个变化题 当然不一定是绿岛 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因为你之前有做过 去过其他的地方 像之前你们的学长姐是住台南 就把一些台南的景点 比较重要的加上去 然后找一些图放进来 有点像导览地图之类的 所以将来的话会有这一题 跟一个变化题 那所以如果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可以先构思一下 那先准备一下相关的素材 然后做出来大概长这样子 也许我们这边有个home 这边有个下一个景点 那当然如果你景点多 它就一直导览一直导览 那当然每个景点 因为我们这个南导渔港 它里面没有放个图 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放个图 自己去抓个图进来 还是可以做成怎么样 这个因为一个景点 里面可能还又会有一些其他细节 那你细节 那你可以如果什么呢 还可以再往下分 比如说点击 里面还可以有个清单 还可以有一个 所以这个其实还可以做的 还蛮大 蛮详细的 那也就是如果说 有一个app 可以全面的导览的话 那我想其实对于 一些人来说 其实非常方便 可以按读所记 尤其是你到一个景点 当然如果有个app 你就按照它给的指示 一个一个慢慢去旅游 我想应该会比起 你随便乱逛 我想应该会来得更有效率 而且玩的也会比较全面一些些 所以这个可以 跟我觉得旅游业 这部分应该是还蛮适用的 那里面的话该怎么做 我想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步骤 一样要建一个新的网站 OK 那这个我想前面我们做蛮多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先在桌面上 建立一个资料夹 叫106app 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images的资料夹 跟一个data的一个文字档 然后呢 我们就开启Zoneweaver 接下来做什么呢 网站里面新增网站 那做法一样106加一个app OK 然后呢 浏览的时候呢 找到桌面上 放在桌面上的106app OK 然后按选取 这样OK 应该没问题了 按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右下角 里面呢 就会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这些东西应该是固定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还第二个步骤 需要一个index 就是我们的那个 显示 内容的一个 其实你说它是网页也可以啦 或者是说 它是一个页面那样 OK 让你把它开一个新的 开个新的之后的话呢 记得第一个 先把它改htm5 然后按个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做什么呢 切到那个分割 然后把这个设计部分 改为传统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传统的 修改过来的话 你会找不到这个东西 叫Jekry Mobile 它可以插入个页面 好 这个东西主要是透过 那个传统 我觉得比较好找了 当然 其他的书籍里面是说 用设计里面 然后去什么 如果要找Jekry Mobile 你要到 它的视窗里面去找 它有一些功能 都都躲在这里 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好找 反而 我觉得用传统 会比较简便一些些啦 OK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在body跟body 有没有 它的一定是一个对称的关系啦 所以呢 如果你对那个HTML 不了解的话 将来你只要有个观念 它会有个头 就会有个尾 有没有 那头跟尾之间的关系 就是 差别在这个斜线 头没有斜线 尾巴有个斜线 那表示说 这个区间呢 我就是一个HTML的一个网页 然后呢 它里面会有个head 这个head就是它的头 那head到head 这个到这边 就是一个 里面的话呢 做相关的设定 然后有个title 另外body跟body中间 主要我们是要在body跟body中间 做一些事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插入一个页面 插入页面部分的话 它会跳出这个选项 记得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个选项 如果说你按确定 它最后会增加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会帮我们在 这个目录里面 增加一个叫JQ Mobile的目录 在这里面 所以将来呢 我想你把它重新整理 应该会看到这个目录了 它会帮我们把 所需要用到的相关的一些 设定档 通通放在这里 所以要不然确定好了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就新生家 结构部分 我刚刚讲过了 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进来 它是一个home 然后底下的话呢 会有四个页面 分别是page 一二三四 当然如果将来你有期待 你就再增加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加一个home 那选择的时候呢 记得选择页首跟页尾好了 因为我们这一题 会需要有页尾 在页尾的部分呢 增加导览列 增加导览列 按确定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新增了一个 ID是home的一个页面 那它有什么差别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发现 它增加了 在哪里增加 在head里面增加了 这一串 有没有发现 那这一串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串基本上 就是JK MOBA 它里面的那个什么 一些相关的设定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主要是什么CSS CSS就是一个什么 它的样式的一个设定档 也就是说呢 之所以我们的网页 能够变成 那个手机看起来的 那个样子 都是靠CS 帮我们去做 重新的排版 也就是透过它 去帮我们做一个 版型的一个调整 这个部分因为 作者已经 这个JK MOBA的作者 已经帮我做完了 所以你很快的 就可以做完了 那如果你要自己 从头做 这是一件非常 辛苦的事情 所以这一串啊 当然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了解 OK 好 那我们主要是这一段 那前面讲过 同学比较容易发生错误的 就是什么 就是有头没尾 有没有 DIV DIV 所以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地方 home 这个 page部分 page部分 有一个头尾 然后header的部分 有个头尾 content 就是内容部分 有没有 content在这个部分 有一个头 有个尾 footer一样 会有一个头 头的话在这里 有个尾 所以哦 将来如果说呢 你不小心删掉 其中一个的话 像之前蛮多同学是 头的部分 这个好像不小心删掉 还是怎么样 那你切过来之后 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断开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 怪怪的东西 那你如果将来要连接它 你就连接不到了 它就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 一个连接东西 所以记得 这个结构一定要完整 好 这个部分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也再把这个page1到4 全部插入了 那你可以一样在这个 JKMobile面板上面 插入一个第二个页面 然后就是page1 按确定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特别注意哦 这个动作做错了 游标不能放在这里面 所以感受一下 记得哦 你游标一定要放外面 因为刚刚我游标放这边 再插入一个页面 就会错误啊 记得一定要放外面 最好把它分开来好了 OK 游标记得放这边 再插入第二个 如果错的话 将来也会连接不到 这个是常犯的错误 那它会增加第二个页面 那第三个怎么做 其实第三个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干脆把这个 这一段到这一段 Ctrl C 贴到底下来 其实只要改个地方就可以 page2 这样有时候会比较快 再贴上 enter一下 这个page3 在这边enter一下 把它隔开好了 这样会比较清楚 page4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了 总共会有五个页面 就是包含一个 es 一个home 然后呢 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需要的东西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再把需要东西呢 分别贴上去 所以刚刚一画面 大概在这里 那分别在做 等一下home 然后在里面的东西 其他的一些像这些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 好